选前倒数阶段 彰化地检署查会不间断 国民党籍彰化议员候选人施加华 被人检举和爸爸涉嫌利用赞助的名义 以7500到55不等的金额 帮同选区的村里长 明代候选人制作文宣品 涉嫌绑装会选 违反选罢法 法官裁准积压境界 也成为彰化首领 国民党籍的彰化现议员候选人施加华 服务处一片人亲 不见选前从此热闹 因为他被检举涉嫌绑装会选 遭到积压境界 有些新的要出来算的 对这个文宣的证验 他没有了解 我们对做文宣这边 很有识彩 所以做得更适合 减调丹尉 给我们收拾 这很不合理的 超夸张的 学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要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彰化地检署 选前查到施加华 还有他的爸爸 利用赞助名义 以7500到55不等的金额 帮同选区的村里长 代表候选人 制作竞选文宣品 负责量涉嫌绑装 违反选拔法 但他们全盘否认 法官认为有勾撰之余 裁准积压境界 也成为这次选举 彰化首例 洋庄赞助文宣品之名 行榜庄汇选之实 要求其等为投票权一定之行使 而为汇选之不法行为 积压只是一个动作 也没有经过法 地检署起诉或者是法院判决 到投票汇至为止 没有影响到候选人的资格 其实上一季选举 石家华就因为买票 背叛当选无袖 这回又被检举 涉嫌会选榜庄 搜集一出 也在选区投下震撼弹 接着带着帽 张华报道